有 問好 周智能不能搬 大家好 搬搬 大家好 你要不要連舞台也搬搬 你知道我們搬搬是 來 周智能搬搬 嗯 那個 我老公很帥 帥搬了 對啊 這比我想像中 稍微再嬌小一點 對 而且毛多就是sexy 因為先打分地吧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問好 大家好 這一次呢 我真的扮演的是蛋頭的角色 那蛋頭這個角色呢 本來就是一個 我覺得跟我本身有點像 他是一個有點 圓的一個角色 他滿調皮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滿好的 然後Q手吉地呢 就是他的角色 好像跟徐柔軒本人 也還滿像的對不對 我覺得Q手吉地 是一個西班牙的女孩子 然後非常神秘跟性感 然後又很… 怎麼講 很兇 所以戲裡面呢 他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些中性 像男生一樣的性格 那所以我覺得跟我自己滿像的 然後就玩得很開心 你有中性性格嗎 你看起來一直都很… 你知道 跟女生 有啊 我今天特別跟Q手吉地 還滿像的 哭一穿靴子耶 有 有 就是想要比較野性的感覺 對不對 那我們趕快讓大家來欣賞一下 我們這很精彩的配音的片段 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呢 他們在當中 其實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完成這部電 請大家一起看 寫貓 蛋豪壓力深大 是你能需要的啊 它是Q手吉地 別擔心 我會倒地 我說辦法 看我找到什麼 好 有人的錢包掉嗎 你的鞋跟也未免太高了吧 你知道一天在做牢 會有什麼下場嗎 那我告訴你 你會被結成荷包單 好 那也很黑 我會兒 我會兒 然後他要騎單 你會兒 我覺得 他要騎單 你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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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晉鼓勵 早晉鼓勵 唉唷 我看起來好像輕輕鬆鬆的對不對 所以Roshethi花多久的時間配完呢 我其實本來預計是三天 然後一天半就錄完了 一天半 虽然这个是第一次配音嘛 我一次帮卡通配音 很紧张 可是也很顺利 因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 真的都非常的可爱 那刚刚播的是 比较轻松的片段 然后比较难的是 我觉得自己做 那么久的表演以来 没有做过的 就是他在前半段 是不能让人家看出 他是女孩子 所以他发出很多 那个男人的声音 带着面具 对 所以我那个喉咙 丹田要很用力 然后喉咙的key要很低 所以就发出那种 呼呼 然后一开始就觉得很害羞 所以你一个人在那个录音室里面 呼呼呼 想什么画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很man的那个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是 对一个这么声音 这么好听 这么甜美 因为你每一张照片 不是每一张唱片 我们都有你知道 就是你的声音一直都很甜美 你怎么配出那么 那么man的声音啊 我觉得就是 因为这四年 比较专注在拍戏嘛 然后就有做过很多不同的角色 然后就比较知道说 要怎么去扮演不同的声音 然后不同的样子 对 就很好玩 因为他很多人画 对 就是用声音表情来演戏 因为有时候很甜美 有时候很调 有时候很性感 非常的性感 他是很那个极端的 要不就像男人 要不然就很Sexy 要不然就很可爱 要不然就装无辜 好多种层次哦 对那你刚刚已经秀出那个 hoho对不对 就是很man的部分 很Sexy的可以来一段吗 因为这是纳豆要求的 啊 你这个很Sexy的 就是交给纳豆来表演 他当中里面看起来很性感啊 没有啦 我觉得刚刚刚 他装无辜 你刚刚在里面啊 因为不是真的装可憐 好可怜哦 因为他这个蛋头嘛 所以其实他基本上是 他怎么样他还是一颗蛋 所以他虽然 虽然看起来很圆 但他只要一敲就破掉了 对 然后他说 他说他自己被关到监狱里面 会被人家做成荷包蛋 结果还蛮可怜啊 那我刚刚听到你说 你配一天半 一天半的接触 所以非常的羡慕啊 因为我原本预计是一个礼拜 然后我配了大概快一个月 所以你比照好莱坞巨星的那个规估 因为真的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我每次去啊 那可能当天主持完节目 所以去的时候 他们就说你这个声音太雅了哦 然后你这个尾音不行哦 所以就不断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然后就是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 就是我整个觉得过得配音员般的生活 就是每天回家就是 我今天要乖乖不能出去喝水啊 喝水啊 吃喉糖啊 所以配了蛮久了 那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让我觉得 认真配到音了一次 对 因为其实他配过很多次这个动画片嘛 对不对 那你这次配起来跟就是 之前遗忘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带着头干嘛那么多画呢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角色他的台词非常非常多 然后是不是我觉得比那个鞋帽还要多 因为他是一个很啰嗦的人 所以所以他里面就不断的用各种的声音 在一直在讲话 然后他是爱骗人 所以他前面包含前面是有点偏 那到最后面他突然变得很真诚 所以他也是蛮多层次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蛮过瘾的 而且我觉得纳豆就是他接这个 弹头先生的配音啊 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冥冥当中就有注定了嘛 怎么说 就因为我 就越来越圆嘛 哈哈哈哈 因为越来越圆圆到他是不是跌倒都站不起来嘛 哈哈哈 哈哈哈